中国总人口约占全球的17%,而肠癌患者在全球占比却达到31% 为什么肠癌对国人情有独钟? 今天东央医疗为大家介绍生活中我们医护式的肠癌高危因素 首先是饮食习惯的改变,胃肠的健康和吃了什么密切相关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,肥宅快乐水,这些都是肠癌高危因素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等研究中心研究发现 每天喝两杯或更多含糖饮料的女性,在50岁前罹患肠癌的风险增加一倍以上 而高值饮食,过多的动物蛋白,特别是过多的红肉,是肠癌的另一危险因素 其中,加工肉类作为一类致癌物,更有可能和增加肠癌发生有关系 加工肉类包括,如香肠,培根,火腿,牛肉干,腌牛肉,以及其他烟熏,盐漬,发酵或腌制的肉类 30年前,餐桌上的常客是蔬菜和主食,荤菜都是逢年过节才吃得上的稀罕食物 现在,我们桌上的,外卖里的各类肉类越来越多,蔬菜却少得可怜 此外,酒精作为另一种一类致癌物,危害也不容忽视 逢年过节,走亲访友,请客吃饭时喝点小酒总是不可避免 对比近几年的数据,中国饮酒率有明显上升趋势 除了饮食上的变化外,肥胖率增加,运动量变少等变化 也为肠癌的增加做出了贡献 这些饮食习惯的变化,也造成了肠癌发病趋势逐渐年轻化 如果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有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快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关心的人,或许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但从全球来看,这些饮食习惯的变化都是共同发生的 例如美国肥胖率常年居高不下,人均肉类消费量也不低 然而短短的30年间,中国的肠癌患者人数倍速增长 现存患者已是美国的2.6倍 还有什么原因让可怕的肠癌对国人情有独钟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视频号,明天的视频为大家解答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就请点一个赞再走吧 您的支持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